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我们之前挖的花生 好大亏 好 好 我是胖哥 早上我们去喂鸡 发现那个鸡 特别是那个母鸡 就是之前的黑鸡 乌骨鸡 没怎么长 而且精神状态不怎么好 现在我和妈再上去看一下 拍点视频 给我们那个 买鸡苗 那个人看一下 看到底什么问题 买回来的时候 差不多七八两 为了差不多 现在一个多月 两个月了 都还是才一斤多一点 它又不长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些就是我们选出来 感觉状态不怎么好的 看这边的也是 刚才那个圈里面是比较严重的一些 看这些也是 他们怎么吃食 有没有搞养殖的朋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能不能给我们提一点 建议 或者是 有什么方法 你们说它是 我们这个一步不死吗 我们打上了那个 你听那也好吃 我们这些鸡拿回来差不多就一个半月了 但是你看大的可能就一斤半左右 长了差不多一个半月就长了半斤 但是它喉咙感觉有的磕磕磕 那种感觉是卡住了还是呛住的声音 又不怎么吃食 不知道在我通过这个网络 有搞养殖的朋友们能不能联系一下我们 就说这种情况到底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问养鸡那里 他也没说过具体 说到底怎么怎么样 确实我感觉养殖不容易 看着很健康 今天挂一个明天挂一个 这个黑鸡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也死了十多个了 所以真的很苦恼 胖哥在这里 真的 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是好的方法 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如果大家有朋友懂这个的 可以直接私信我们 在这里 胖哥谢谢大家 老婆 这些鸡你看为了一个多月了 一点都没长 感觉还变小了 跟那个鸡比起来 完全两个概念 苦恼 刚才我们拍了一些视频 给那个 我们买鸡那个老板看了一下 然后 胖哥还是希望 如果说有网友是搞这个养殖 行业 或者以前养过鸡 有同样问题的 希望能给我提一些意见 在这里胖哥 谢谢大家 这么好小姜吗